在今天早上8點 9號颱風蘇拉 剛剛提到距離俄羅里南南東方 大約700公里的海面上 而至於今天早上8點 也剛形成一個第12號 第11號颱風蘇拉 目前它距離在 目前在關島附近的海面 未來想慢慢向西 轉西北西的方向移動 來到琉球南方的近海 而至於第10號颱風丹瑞 目前對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我們要特別提醒 未來其實在台灣的東方海面 也就是西北太平洋這個地方 是一個非常廣大的一個低壓環流的區域 這個低壓環流的區域 不管是9號颱風蘇拉 或剛剛形成的第11號颱風海葵 或是更遠的一些熱帶系統 未來有可能會生成 我們都要密切注意它的行動 我們看看目前這個颱風 大概這兩個颱風目前的距離 大概160公里左右 未來其實在逐漸向西的過程當中 它也是持續向西 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 它是有藤原效應的影響 如果依照這個入境 如果它的速度跟方向不變的話 我們預估可能最快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就有機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那緊急的可能在明天下半天 有可能就發布入場颱風警報 大家早安 第9號颱風蘇拉 在今天早上8點的位置 在爾蘭比的南南東方 大約700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它將以每小時 時速比較慢的速度 大概10公里左右 向北轉北北東的方向前進 我們預估在這個禮拜 由於受到它的影響 尤其在週三到週四這段期間 我們要特別注意它風雨 所帶來的影響的情況 而距近的天氣 還是維持比較夏季的天氣型態 要注意的是 午後雷震雨的天氣 而在明天 慢慢開始在下半天之後 東半部地區的 零星短震雨的情況 頻率會越來越高 那西半部 還是維持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型態 剛剛也提到 在週三到週四這段期間 是颱風目前離我們相對 是比較近的時候 由於這個颱風 它的結構是比較小一點點 它的半徑大概維持在 150公里到180公里左右 因此 由於接近這個颱風中心的地方 它的風雨感受 是會比較明顯一點點的 所以因此 在週三到週四 我們要特別提醒 在東半部地區 甚至在南部地區 可能都會有 局部大雨等級的降雨 甚至在花東或南部山區 也有局部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而至於風力的影響 有可能在最接近它的 南雨綠島 東南部地區 甚至橫沉半島這些地方 它的風力相對來的是 比較大一點的 那麼我們預估在週五之後 隨著颱風逐漸遠離 到時候它的外游環流的影響 可能會帶來天氣比較不穩定 各地都還是要留意局部佔余的情況 而至於浪的部分 在明天開始 我們在東南部地區 浪雨綠島 開始會逐漸出現長浪的機率 那在週三週四 這個颱風最接近我們的時候 各地的風浪相對 都會是比較明顯一點的 我們預估台灣附近 可能都會有3米以上的浪高 越接近颱風中心的地方 甚至可能出現6米以上的浪高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我們先來看一下颱風的預測圖 在今天早上8點 9號颱風蘇拉 剛剛提到距離俄羅比南南東方 大約700公里的海面上 而至於今天早上8點 也剛形成一個第11號颱風蘇拉 目前它距離在 目前在關島附近的海面 外來慢慢地向西 轉西北西的方向移動 來到琉球南方的近海 而至於第10號颱風 丹瑞目前對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我們要特別提醒 未來其實在台灣的東方海面 也就是西北太平洋這個地方 是一個非常廣大的低壓環流的區域 這個低壓環流的區域 不管是9號颱風蘇拉 或剛形成的第11號颱風海葵 或是更遠的一些熱帶系統 未來有可能會生成 我們都要密切注意它的行動 我們來看一下在衛星圖圖的部分 從這個衛星圖圖 我們可以看到第9號颱風蘇拉 這是目前台灣的位置 颱風蘇拉距離我們相對是最近的地方 而剛形成的第11號颱風海葵 目前在這個位置 關島附近的海面 剛好提到 未來是持續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動 來到琉球南方的近海 另外從這邊南海一直向東延伸 整個西北太平洋這個地方 這邊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低壓帶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些熱帶的基雲的雲促 正在消消漲漲漲 除了目前往東北移動的 丹瑞颱風之外 還有海盔颱風 未來會向這邊移動 在它的東南側這邊 都有一些對流雲系 未來也都有可能發展 其他的熱帶系統 因此在這整個廣大的低壓環流 是我們密切 外來要密切持續注意觀察的部分 好 我們回到台灣附近 台灣附近今天的雲量相對來說是偏少 其實今天還是要注意高溫的部分 另外在午後雷震雨還是要特別的流星 我們從雷達回破也可以看到 台灣東半部地區 開始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對流 因此東半部地區 開始會出現一些比較零星的降雨 而從定量降水預報 我們也可以看到 今天比較偏向是午後雷震雨的天形態 午後雷震雨可能為西半部山區 大台北地區還有包含南部地區 帶了一些比較明顯的降雨 晚上之後 除了東半部一些零星降雨之外 午後雷震雨可能在中部山區 下的相對是比較晚一點的 而未來這一週趨勢 我們可以從這張預測圖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8點的預測圖 預估未來蘇拉颱風 先轉向北的方向移動 之後在明天開始轉向西北的方向移動 今天其實它距離我們還很遠 所以剛剛我們可以從定量降水預報看到 還是比較偏向夏季的天息形態 而到明天從29號到30號 颱風逐間向西北方向移動以後 它距離台灣東南部的外海的地方 帶來的地方是東半部地區 在明天下半天的時候 降雨開始逐漸增加 另外在30號到31號的過程 也就是星期三的時候 它會逐漸激到我們南部的近海 在接近的過程當中 對於東半部的降雨 南部的降雨也會明顯增加 另外在花東地區或是南部 甚至南部的山區 下雨的情況也有可能要注意 有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另外31號到1號 它最近在下西北流漲的過程 從台灣的巴士海峽 進入它台灣的海峽南部這個地方 由於外圍的環流的影響 因此東半部降雨的地方 尤其越接近花東地區降雨還是持續 可是對於中南部地區的 降雨的情況可能會增加 主要因為颱風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帶來比較偏南風或偏西南風的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外圍環流 造成在中部還有南部地區 下雨的情況比周三 再來的明顯一點點 所以颱風逐漸遠離 到時候外圍環流影響 各地的降雨雖然量質沒有那麼多 但是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的 而至於風力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從30號到31號 就是周三周四 在影響我們最明顯的時間 30號的時候 上半天它會從台灣東南部外海 逐漸接近到我們恆川半島這個地方 因此風力的部分 在藍雨綠島最接近的地方 恆川半島風力開始逐漸增加 另外台灣海峽北部 因為峽道相應的影響 所以可以看到台灣海峽北部 甚至接近金馬地區 風力也會開始逐漸增強 黃色區代表會有接近平均風 7幾左右的風力 那麼等到晚上的時候 隨著颱風已經接近到恆川半島了 它的暴風圈 也有可能會籠罩到 我們的恆川半島這些地方 風力最明顯的地方 就是在藍雨綠島跟恆川半島 甚至南屏東這些地方 那麼在金馬 尤其在海峽的地方 風力影響還是比較持續的 31號 颱風已經從台灣的西南側 一直逐漸在往台灣海峽南部移動過來 因此可以看到南部地區 尤其沿海地方的風力 也開始是逐漸的增強 海峽的風力也還是持續 所以台灣 颱風持續向西北方向移動之後 可以看到風力也會開始慢慢往西北的海域 西南的海域慢慢地延伸出去 海峽的部分的話 尤其在台灣南部地區 海峽還是要注意強風造成的影響 另外金馬地區 澎湖地區風力也會持續增強 而這段期限 因為受到它的影響的話 其實在這附近的海域 風以外 浪也是持續比較明顯的 預估在近颱風中心 也有可能會有6米以上的浪高 請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最後還是提醒大家 由於在8月30號到9月31日 到9月3號這段期間 在持續是我們年度大潮的時候 我們要提醒在新北 一直到台南這個地方 是年度大潮 相對潮位比較高的地方 另外七美花蓮成功 也是要持續注意的 除此之外 在西南部沿海 潮位也都是比較偏高的 在這個農曆15的時候 尤其8月30號的前後 特別要注意 除了大潮以外 颱風接近的過程當中 這些地方都要注意 潮位偏高所帶來的影響 最後整理幾個重點 颱風在週三週四 影響是最明顯的時間 降雨的部分在花東地區 還有南部山區 特別要注意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另外近颱風中心 包含像藍雨綠島 東南部 南部地區要特別緊接強風的部分 其他沿海空曠地區和離島 也有較強震風出現的情形 至於浪的部分 在週二開始 可能會開始 各沿海離島會出現長浪 風浪也會增大 東半部跟橫川半島沿海 將會有6米的浪高左右 避免到海邊活動 適逢年度大潮 我們在沿海低瓦地區 而留意海水道館 或是局部淹水的情形 以上是今天 上我最新的氣場資訊 好 我們看看這兩個颱風的距離 大概160公里左右 未來其實在逐漸向西的過程當中 它也是持續向西 在它1600公里左右 如果它未來持續向西移動的過程當中 它的速度在明顯比較偏快一點的話 它其實距離會拉近的 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 它是有藤原效應的影響 但是我們剛剛一直在提醒 整個在南海一直到菲律賓 東方海面這個地方 是個非常廣大的迪亞帶 這個迪亞帶的環流 其實迪亞帶裡面的一些熱帶系統 它本身就是一個會互相在逆時針運動的活動 所以說 未來包含海葵 包含蘇拉 或者是海葵東側的這些熱帶系統 如果發展起來的話 這整個都會提醒到未來 不管是海葵或蘇拉的一些運動 不能完全排除 好 我們來用畫的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蘇拉是往這邊走 這不能畫 我們從這邊好了 好 我們現在看到 未來的蘇拉是會往這邊走 海葵是會往這邊移動 對 那其實大家可能看到一些資料都是 它在過來的過程當中 它因為這樣子 所以路徑稍微偏難一點點 它如果更強的話 它路徑會往南掉 這兩個如果距離夠近的時候 它的藤原效應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但為什麼我們剛剛提到 它更東側的系統 因為這邊還有一個迪亞 這整體來說 比如說這邊都是一個大地下帶的環境 地下帶環境裡面的系統 它都是一個逆時針在旋轉的 所以你會看到什麼運動 不管是它的藤原效應 它這樣走 然後它往南面掉 或者是它這樣走 它也會往南面掉 所以是在地下帶裡面的環境運動 本來就會這樣子的 那當然它如果距離夠近一點的話 它的藤原效應有可能會發生 如果藤原效應發生的話 會不會影響更高 不一定 不一定 好 如果藤原效應發生的話 它有可能往這邊走的時候 它有可能往南面掉對不對 好 它在更近一點的時候 它上去的時候 它可能會往這邊拉 這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那也許就變成是巧妙地避開了 但是這邊不管它發生的情況是什麼 其實這邊沒有辦法定論 因為在地下帶裡面的運動 是非常複雜的 你要看的是 這個發展起來的強度是多強 會不會影響它往南掉 或者是它最東側這個系統 發展起來強度多強 會不會讓整個地下帶系統 除了往北邊移動以外 讓這邊都往南面掉 這邊是複雜的 沒有辦法在今天就可以看出來 這麼明朗的情況 所以現在目前的資料 看起來它的變化是很多的 好 如果依照這個路徑 如果它的速度跟方向不變的話 我們預估可能最快在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 就有機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那緊急的可能在明天下半天 有可能就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好 我們現在只是預估上面 它還有機會沒有登陸 但它的暴風圈可能涵蓋到我們的陸地 未來它的變化其實都還是要看整個大環境的影響 才知道它會不會登陸 那如果依照現在目前的路徑來看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到風力的部分 以風力來 它最接近它台灣 颱風中心的部分 風力相對是比較偏強的 在30號下半天到31號這段時間 它是距離我們最接近的時候 一旦距離我們最接近的地方 包含藍與綠島 恆春半島的地方 風力相對會是比較大的 到31號也可以看到 南部沿海地區 風力也相對可能是比較大的 不過整體的風力 都還是要是颱風到時候距離我們的遠或近 才會比較知道 它的風力影響程度是如何 另外除了這些地方 包含像台灣海峽在沿海地區 可能金馬地區 澎湖地區的風 也相對都會比較大的情況 由於這個颱風目前的看起來強度 都還是可能會維持一個中度颱風上限 或者是強烈颱風的情況 因此越接近這個地方的縣市 特別要注意未來這個颱風總向的變化 請問一下 那是陸近南偏的原因 那還有大概多大的激烈會在整部嗎 好 陸近南偏的原因 就像剛剛前面大家一直提到 會不會有藤原效應出現 那它之所以如果會再 再往更南偏偏的話 那有可能是這邊的海會 它發展比較強 或者更東側的地壓發展比較強 導致它變成是稍微往南掉的路徑出現 這樣子 如果這個路徑它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的話 它主要會影響到我們偏南台灣的地方 不過到時候還是要看它的暴風圈的大小 對 或偏北偏南的程度才會知道 所以說目前看起來 南台灣的地區包含台東 南台灣南部地區 甚至有些中部地區 我們都要特別注意現在 目前颱風未來的動態 對 如果說我們從這個風力預測就可以看到 其他地方像30號31號這段時間 越接近它的地方 風力相對是強的 其他地方就是感受到風力 但是沒有到那麼強力 就是一些較強制的風會出現 所以比較強的風力 都會大概出現南台灣這些地方 南台灣這些地方 那除此之外 金馬雖然距離很遠 但是因為下到效應的影響 所以風力是比較偏強的 金馬地區 沿海地區 也要注意強風的情形 有效應的 大陸地區 大陸地區 另外收藏